Hello大家好 今天這支視頻就跟大家聊一下如何選擇自己心愛的小狗 因為現在買狗的話大概就分三種途徑 第一種就是去寵物店 寵物店的優點就是可能狗狗的品質會稍微有比較保證一點 但是呢就是會比較貴啦 然後一般就是寵物店裡的狗要不然就是比較大隻 要不然就是不是從小羊起那種 所以就是看你個人的情況 然後第二種就是去每個地方應該都會有那種很大的狗場 狗場就能拿到剛出生的那種小狗 但是狗場的缺點可能就是說會 相對來說就是狗的 那種的質量跟健康程度會比較低 然後第三種就是去養狗的人家 去他們家的狗生出來小狗 你就可以去領養 或者說你的朋友啊 朋友養狗就可以去領養 然後呢我是走的第三種途徑 也是我一個養科技的朋友跟我介紹的 就是他告訴我可以上 鹹魚上面去看一下 當然我就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因為我想著應該鹹魚上也是非常多那種狗場 在上面發布信息然後你去買 然後我剛好那天就是上去找一下科技 然後就找到當地一個 就看圖片就知道是那種在家裡養那種 然後就馬上跟他聯繫 然後第二天狗主也發來很多圖片給我們看 然後之後就看中了我們的茶燒 本來想著就是說在家裡多準備一下 就是把他的籠子啊和一些他的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準備一下 但是狗主說明天就要有另外一個賣家來看狗 叫我們快點決定 然後就是我們當天晚上就下班班回去 然後狗主就這樣說 然後我們當天晚上就馬上打車過去他們家看狗 看看茶燒睡著了第一天晚上在睡一遍 第一天晚上他現在睡得著咯 不怕我們把它吃掉咯 剛剛的頭好像他是新一樣 可愛 都滿了微微顫抖 這條東西 沒有… 你抱我真的 很害怕 好像普通人都不舒服 我都不舒服 這樣就在這裡 真的不舒服 我打算幫她改名叫叉燒 叉燒嗎 對 叉燒 給他多點指令 很聰明的 懂不懂那些什麼香 這幾個 你自己一個教的 他會插在這裡 他會不會頭皮 這個肚子要出來 給他多點 給他多點 媽媽馬上來了 怎麼了 好像很睏 開心 叉燒 媽咪 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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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了 叉燒 叉燒 狗狗剛回家 然後吐了一滴 現在好像不舒服 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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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點水水 喝點水水 我問一下狗主 我們幫叉燒 弄了一個小小的狗 然後他現在 第一次都在家裡喝水 嗯 人這樣睡覺 人就是喜歡這樣睡覺 好 你看 他姐姐